媽媽就希望我們就是一直單身吧 媽媽我愛你喔 就是可能我個人自己比較愛好的東西啊 或者是像MV就是拍比較電影感的那種 可能因為以前有時候大家會說可能我太偶像 很多面貌他們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能不能做得到 所以可能這次MV就是比較髒一點 或者是比較寫實一點點 還有蠻多要學習啦 還要更去幫大家想 然後跟家人也要更多跟他們相處 把有的時間陪他們 當然還有經濟方面 就是你要有經濟方面才能 我覺得才會有下一個階段 單身啊 一年吧 蛤? 一年喔 一年喔 唉唷 唉唷 唉唷什麼 那上個是圈外人嗎 是 之前被拍到的那位 怎麼 睡只是朋友而已 那現在是朋友啊 朋友 之前不是 那你是會吃回頭草的人嗎 不知道欸 我好像沒有做過這件事 但是我也不知道 之後 未來會不會做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我是不會 都要讀國中啊 然後 聽學長講說 你只要去學八家醬 你在學校的時候就不懂 你有去學八家醬嗎 然後就跟他去學過一次 但我沒有出證 只是去學而已 國中啊 因為我們學校有很多那種 國中生 就是在那種比較 台北市以外的學校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 在學校如果要好一點的話 應該要 有一點 風才好 然後 然後 就去那個 學了一下 但很快就被我媽發現 所以我的那個 舞蹈底子 是從爸就要學起來 哈哈哈哈 有時候 抬手動作 可能太邋遢 出門也要管 然後就是 他就覺得 就是現在 你就好好充實你的工作 然後就一直耳提面命這樣 我媽應該是不太喜歡小孩 蛤 你會想要回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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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跟我講的啊 對對對 我覺得我應該也是 也只是個意外而已 哈哈哈哈 超五歲啊 我每次都問他 我說 他看電視 看電視就會說 這個長相就是太精明了 他覺得 一定很多新眼 然後就覺得 就是常常會說 你真的在你眼裡 真的沒有一個女生是漂亮的 然後我有一次就很認真問他 我說那你覺得到底誰漂亮 你告訴我 你媽會說我啊 不不不我媽也不會 我媽會說 林青霞就很漂亮 哦 我後來歸類我媽不是喜歡那種漂亮 我媽是喜歡長相有個性 哈哈 個性就是有一個 特色所在 他有稱讚過哪一個 特色女 目前嗎 就連青霞 媽媽有敗 然後那個媽媽寫好 辛苦了 她說媽媽是全世界最好的媽媽 哈哈哈 對對對